我記得我還沒出家之前 我師父跟我認真說了兩次要出家 當我決定出家 他反而就說你過來先住 他沒有答應我 我過到去都是 我們觀音姐妹出家之前都是經過一個正人的生活 跟出家人一起作息 看看適應情況是怎樣的 特別是跟人相處 以前自己在公司說了事 在家裡說了事 甚至是慈善會 都是自己決定的事 在另一個角度去修行 其實就是磨練自己的忍辱 跟人相處 就是降低自己的自我 我覺得出家這條路是很好的 當然也離不開師父的教導 以及爭團的互相支持 就是我們大家師兄弟 一個氣氛去學習 我覺得觀音姐是我一個很好的選擇 為何說觀音姐是很好的選擇 師父說法都很公認 每個人都認為她說得很好 而且師父的身教 我在她身邊十多年才出家 她的身教比她的研教更重要 在她身邊我又可以經常請法 親近到師父 你說關音姐有四十多年的資源 對於出家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 很優越的修行環境 我們就不需要再為一些經費 或者需要經常跟居士打交道 我覺得這是很理想的出家地方 2017年我們觀音姐就成立一個網站 都是一個不太大規模 純粹是以致遠形式 以佛教為主的網站 2018年就有兩個online的電台 一個英文的 一個國語 其實都是以觀成法師的法語為主 你說慈善工作 就是觀音姐一直都有做開的 二十多年前 她就做一個廣東省偏遠山區 即是當時中國的經濟不太發展 就做一些扶貧助學 後期2013年 就成立一個泰國的老牛之家 即是放牛 然後泰北有一個華文小學 我們2017年又成立了慈恩月 就是當時我出了家之後搞的 主要是針對中國偏遠地區 一些留守兒童的照顧 助學 因為早幾年 我們看到很多個案 他們的留守兒童的家庭 如果發生了變故的時候 是得不到很多援助 很高興能夠用自己在家時間的 人生經驗和經歷 在出家之後 能夠去做自利利他的事情 為三寶貢獻 在我們出家人的修詞修行方面 我們有十六個字的宗旨 師傅一直都很堅持 持戒為本 經教為醫 收心為要 淨土為歸 師傅很堅持 說我們不可以只看書本 我們真正的修行要是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所以我們的出波 如疫情期間 我們輪流入廚房 我們也兼做一些圓林的工作 這些都是我們的宗旨 修行的宗旨 最近觀音節出了一本限心集 我用一些不太好的文字去解釋一些古代的東西 古代的禪師 主要的內容其實都是來自觀城法師曾經說過在《廣傑善言》或《廣經》說法時 曾經引用過一些禪師的解釋 為何會有這本書的出現呢 其實這個緣起 很多人都像我那樣有興趣的 聽完之後 很想回頭去找資料 比如這些禪師的出處 這些禪師的作者背景 回頭又想去理解一下 你知道現在人們對於中國文學不是很重視的 古代這些禪師其實是嚴簡易深 它很短幾個字它的意義是很深的 我就是根據以前師父講過的大義 以及自己學習的心得 就是用一些白話寫下來 寫下來文字都很簡單 希望多些人去理解我們祖師大德的一些禪計 再加大半生或半生 我都是很老碌的 那時候因為是做廠 經常上大陸經常飛來飛去 我是沒有停下來做我喜歡做的事 我覺得出家到現在你說 我是覺得最幸福的事情 我都在教會 我是不是說 我都在幾個月 我都在教會 我都在教會 那時候 我都在教會 為我做廠 我都在教會 我都在教會 我都在教會